HELLO 大家好 我是MIA 歡迎來到MIA的頻道 我之前呢 有在我開箱平板的那部影片有講過 我的鏡是已經200多度了 還沒有看的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去看看喔 那這次就非常開心收到了諾貝爾眼科的邀請 然後呢 我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些 如果也是一樣有近視的小朋友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 如何控制近視的一些方法 那我們就開始吧 隔天呢 在我們選擇 要怎麼去控制我們近視 繼續飆升的情況以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近視是怎麼形成的 其實我們的眼睛啊 會近視是因為呢 就是眼睛它沒有 足夠的好好的休息 所以呢 就導致眼睛 你生長太快 然後眼軸過長 或者是角膜的弧度過高 這樣就會導致光聚焦在視網膜的前方 而不是聚焦在視網膜上 所以呢 你就會看不清楚 所以呢 你們每次用完手機啊 或者是平常要用電腦之類的 都一定要記得看手機30分鐘 要休息10分鐘 平常假日的話 可以跟家人啊 或是朋友一起去戶外看看 看看美麗的世界 這樣子你以後才不會近視 然後看到的世界都是很模糊的 那我們這次呢 有三種控制近視的方法 首先呢 第一種呢 是夜間帶的角膜塑型片 然後角膜塑型片 因為它是一種硬式的隱形眼鏡 它是你晚上睡覺的時候戴 然後呢 早上的時候把它拿下來 然後你一整天就可以看這個 美好的世界看得很清楚 你晚上也一樣要繼續佩戴 不然你隔天就會看不清楚了 它是可以把你的角膜的弧度進行壓平 所以就可以讓你隔天的視力可以變好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短效的矯正 有人會誤以為戴角膜塑型片 我都已經戴這麼多年了 這樣子等到我成年的時候 我不再戴了 我看東西還是一樣會非常的清楚 但其實是不會的 只要你不佩戴了 它就會你的視力又會漸漸的縮回來 就是變成你原本的視力 你如果就是有長期在佩戴 它當然也可以有效的控制近視的飆升 第二種控制近視的方法就是日拋的隱形眼鏡 日拋的隱形眼鏡的話呢 它是高透癢的隱形眼鏡 所以戴在眼睛上面是不會很不舒服的 我自己是有試戴過 就是你一整天看東西都需要戴著它 你一把它拿掉就是一樣又會變回你原本的近視度數 但是你戴著它的時候你看 看東西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也不會有很強的異物感 再來第三種控制近視的方式呢 就是近視管理鏡片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眼鏡啦 但是眼鏡的話它相對就沒有那麼美觀 當然有些人戴眼鏡比較好看 但是像我就很討厭戴眼鏡 因為我覺得戴口罩要戴眼鏡 然後你哈氣的時候它就會起霧 但是如果是戴角膜塑型片 還有日拋的軟式隱形眼鏡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就是看起來你就是什麼都沒戴 但是日拋的隱形眼鏡跟夜間戴的硬式隱形眼鏡的差別 就是差在一個是軟式的 然後一個是硬式的 角膜塑型片的話它是夜間戴 日拋軟式隱形眼鏡它是日間戴 就是早上的時候戴 角膜塑裡面它是用硬式的它的弧度 去把你的角膜的弧度壓平 軟式的隱形眼鏡的話 它就是像一個沒有鏡框的鏡片 放在你的眼睛上面 然後你要一整天都戴著它 可是你拿掉了它就沒有任何的效果 如果是眼睛的部分 當然就是年紀比較小一點的小朋友可以戴 因為我相信現在就是那種國中青少女啊 青少年都不喜歡戴眼鏡 比較小一點的小朋友 可能不敢把東西放在眼睛上面 所以就會比較推薦他們戴近視管理的鏡片 那我的話呢 我是選擇佩戴角膜塑型片 那可能有些人會有些疑惑 為什麼我不是選擇戴日炮的軟式隱形眼鏡 那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的眼睛它是偏乾的 所以我如果是戴日炮的隱形眼鏡 一整天有一個東西覆蓋在我的眼睛上面 而且眼睛都是張折的狀態 就會覺得眼睛很乾 然後感覺隱形眼鏡要掉出來 所以我就是選擇晚上的時候戴角膜塑型片 然後隔天早上拿起來 然後你一整天都不會有東西在你的眼睛上面 但是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我自己也是覺得蠻神奇的啦 因為我自己的眼睛是一天就見效 通常也有些人要壓多天一點才會開始看得比較清楚 但是我是戴一天我的視力就已經從0.2 然後突然就變成1.0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神奇 那可能有些人會怕說 那如果戴硬式的隱形眼鏡會不會痛 其實我自己一開始也是很擔心這樣子 但是因為諾貝爾他們啊 他們會幫你就是看你的度數是多少 然後去看你的眼睛的圖形圖層 去幫你配一副最適合你的一副角膜塑型片 如果他的弧度跟你的眼睛是貼合的話呢 你戴上去其實是不會痛的 因為你其實戴上去之後呢 就是要立馬躺下躺上去床然後就去睡覺 睡覺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感覺了 但是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就是 一起來就要馬上把它拿掉 然後要記得要清洗乾淨 不然如果上面就是沒有清洗乾淨的話 可能就會導致眼睛感染啊發炎 一開始我原本是想要戴日泡的隱形眼鏡 因為我怕我如果戴角膜塑型片 我會清理的不乾淨 因為我就是蠻粗心大意的 所以我很怕我如果戴日泡 硬式的角膜塑型片的話 我會沒有辦法把它清理乾淨 然後可能最後導致眼睛發炎啊 然後感染就變得更嚴重 但是後來因為我就是我必須選擇角膜塑型片 清洗起來之後也發現其實還蠻容易的 但是清洗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讓它掉到水槽裡面 不然你的角膜塑型片就要重沛了 你的角膜塑型片就要重沛了 因為角膜塑型片呢它是高透氧的硬式隱形眼鏡 所以戴在眼睛上面呢 並不會有非常強烈的異物感 你在清洗角膜塑型片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像我就把它弄到地上 掉到地上很多次 所以就導致鏡片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小刮痕 但是我自己覺得它還蠻堅固的啦 就是從我手上這樣掉到地上 它也沒有破掉也沒有碎掉 它我不喜歡掉下去 你不要太簡單 你只要站在原地不動 然後先看好它在哪裡再去撿它 不要說你一腳就給它踩下去它當然會碎掉 而且戴了之後呢 就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的美麗 怎麼可以這麼的清晰 所以就是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 嘗試一下這三種控制近似的方式 你真的會發現世界上其實有很多美好 你會發現你家的地板其實很髒 像我就是這樣戴了之後發現 欸地上怎麼那麼多根頭髮 怎麼這裡又然後整天都在洗地 所以我就覺得你的家裡也會變得很乾淨 然後像我之前啊 就是因為我眼睛近似很深嘛 所以我就很臉盲 只要隔我差不多兩公尺以外 我就沒有看得很清楚臉 然後常常就揮錯手超尷尬 那如果你們對控制近似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再去諾貝爾詢問看看喔 他們現在有三個方案 祝你們以後都可以看到美好又清晰的世界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